今年国庆黄金周具有灿烂历史和国际化特色的浙江绍兴成为不少民众的旅游目的地 看小桥流水摇曳无捧船听鲁迅的故事 国庆假期 绍兴鲁迅故里游人如知 另一段 作为绍兴代表景区 包括其在内的绍兴大部分景区都装有智慧眼 维持景区秩序 大数据实现了动态人流分析 街区商铺管理 平台预警等功能 鲁迅故里高品质步行街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金水峰介绍 整套智慧系统除了维持街区基本秩序 还涵盖商铺经营情况 对整个街区基本实现智能化管理 我们这个智慧系统建设总共是分为六个板块 一个是动态人流分析 一个是街区景点管理 一个是街区商铺管理 一个是智慧设备管理 一个是平台预警管理 最后一个是商铺展示管理 这套系统的开发使我们在街区所有商铺中 都把一些销售额 一些智慧设备 包括商铺的经营情况都纳入到系统管理里 基本实现智能化管理 2021年适逢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 大量游客在鲁迅故里景区触摸一带文豪的故乡世界 街水峰表示 国庆期间鲁迅故里也为游人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在各种智慧化管理的加持下 绍兴各景区在面对火爆的国庆旅游热潮中应对自如 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留下了好印象 我觉得变化特别的大 因为今年的话是鲁迅干承140周年 所以今年的话我把假期的安排就安排在绍兴这个地方 其实我前几年也来过 但是我觉得好像今年特别特别特别的巨大 对 非常的巨大 有文创 还有的话有好多好多的活动 我们是人头 手太热了 我们是第一次国庆期间来我们本地的一个旅游景点 太我们说的太震撼了这个人 浙江是数字化改革先行省 数字化也是通往共同富裕的船和桥 眼下 数字化正掀起文化之城的智慧游 赋予民众文旅新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